我刚刚回去上学 很想回去上学对不对 也很想赶快能够回到家里对不对 看到那么多人帮你 然后又给你那么多的祝福卡片 你想对他们说一些什么话吗 就是很感谢他们 就是又有这么多祝福的话 跟鼓励 对 跟还有警方大家对你的帮忙 对对对 我会好好加油 首先要向大家报告一个消息 大家所关心的宋同学已经醒了 那昨天已经转到普通病房 他现在在持续的治疗跟康复当中 上个礼拜天呢 我第二度去探望他 那我告诉宋同学 坏人都已经抓到了 请他安心休养 那同时也告诉他 社会上很多的民众都在关心他 为他祈祷 为他祝福 为他加油 我也特别感谢台中荣总医护团队 全力的医疗 你现在觉得身体感觉如何 很好 还不错 还不错 那你现在会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刚回去上学 你想回去上学对不对 对 也很想赶快能够回到家里对不对 对 看到那么多人帮你 然后又给你那么多的祝福卡片 你想对他们说一些什么话吗 就是很感谢他们 就是又有这么多祝福的话 跟鼓励 对 跟还有警方大家对你的帮忙 对对对 我会好好加油 非常勇敢 嗯 妈妈忽于听到你的声音了 妈妈很舍不得你痛 你要加油 好不会 妈妈会坚强 一定一定 一定会等你回来 他在第一时间 他说出的话竟然是在关心我 对 他说你妈妈不要伤心 我没事的 妈妈还说太累了 妈妈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 妈妈很舍不得你痛 你要加油 妈妈能睡就尽量睡 尽量放下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救你 妈妈帮你请律师 然后请那个律师 就是我们委托那个律师来帮你 打官司好吗 好 妈妈很爱你 很爱你很爱你 好不会 我妈妈会坚强 一定一定 一定会等你回来 对 你好好休息 你先好好休息 我今天见到哥哥 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真的 我觉得大家的几期真的真的很有用 真的 而且我儿子真的 他在第一时间 他说出的话竟然是在关心我 对 他说你妈妈不要伤心 我没事的 对 你不要伤心 我真的觉得他很贴心 他很怕我太伤心 对 他有问我说 那犯人呢 那我跟他讲说你放心 他已经他们都已经被抓去了 一定会延办他们 我相信司法会还他们一个公道 对 对 他现在 对于当初的记忆 我因为我不敢问他 也不太想让他回想起 对 对 所以他但是他 他现在他说他挺得住他很坚强 对他很坚强 真的 非常的坚强 他说他一定会没事的 他一定会好好休息 他一定会回到健健康康的回到我身边 他还很担心我 会因为他这样而过度伤心 可能会体力不支 对 他因为他非常知道我身体状况 那对于他三个松弦的道歉 可以说我到现在 并没有收到什么样的道歉 只有一次 就是他说他是百贵的老板 然后要来拿东西来慰问我一下 那我当场是说 我拒绝了他 我就说这个时机真的非常不恰当 对对对 而且我也非常担心我人生的安全 但是她们的赞心 可能会尽管它们的赞心 按赞 我是一张 如果没有人生的赞心 不愿意 支持小孩子 我是一张 你对未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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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对未来